大家好,我是最,今天是小妍和超级大门的三番战 在前两次的话,小妍均挑战失败,那么这次希望她能成功吧 这把她用暴走莉安娜首发 后面还有八神和猫追群虫 这个阵容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暴走莉安娜的伤害仍然是很高 和98C差不多 都是高伤角色了 现在闪到背后图沙坡没有顶到 大门又开始的暴走模式了 因为这个大门啊,她不同意别的大门 等一下大家看一看啊,大门能不能发挥的很好 因为前两次的话,这个大门手术是太快了 所以说称她为暴走大门 这把大门,哎,头上扶先顶一把 下轻手头上扶,轻腿要起身 轻手头上扶再次打一个鬼畜操作 闪过对手的旋转火花之后 对手又来一个旋转火花 差点被大门一脚截住,抵了阵 跑到身边突然接了一个剪,潜住反 哎,再剪,大招都给她剪到了 小妍绝望了 但是最后小妍还是用旋转火花崩了一炮 这招不是超杀 所以说伤害没有那么高啊 大门,大门跑抓蓝志山 你哪里跑 暴走利安娜还试图再挣扎一下 可是没跑掉 这个跑抓蓝志山属于一个负荷操作 即便是吸不到 也不会留什么破绽,也不会出招 后面看小妍的暴走八神 开场就中了一发地雷阵,脚下不稳的 圣龙八珠女闪到背后 中抓奎花再接八珠女 哎呀,小妍继续把这女 哇,空中防御最后还是被破防了 看见小妍还是 实力非常强的 这一波操作 这一波操作 手速绝对不比大门差 好,来看超级大门最后一个大门了 小妍终于觉醒了 暴走八神 那也终于是暴走了 哎呀,开场终于发出银头后后 霸个阵 哇,快速小跑 哎呀,小跑过去就为了挨打吧 穆斯特大门啊 想打更高的伤害 可是他太贪了 CD复合 你屠舍的话 手速你一定要快 因为他这招式都没有什么硬质 你可以看到啊 手速不快 绝对是打不出高能操作的 现在超级大门马上被大 八神废掉了 废掉了 可喜可贺啊 小妍终于成功了 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超级大门还是使用三大门啊 这三大门即使小妍想打 连续输出的话 在大门身边真的不好使 现在大门又开始这个操作了 哎呦,顶一下 接个大秘 摸透了超级大门套路 小妍应该是研究很久了 站前脚 嗯,地雷阵 前逐反 快速接转 哦 八个阵以后 就晕掉了 晕掉跑跑里头 大门的里头实在是太快了 好,那下一局 就像刷一下子 一动过去一样 就那么快 这大门加速了呀 你看小妍的包子追圈中 包子大包子 就像大月亮一样啊 又哈呀呀呀 小妍也开始绣手速了 可是没有绣好啊 被大门直接抓住 呃,地雷阵 本边减低 突然蓝之三 第二时啊 第二时已经没有血了 就服大门这一招啊 出云头或者切除反虚晃 然后快速复合蓝之三 让你躲都没地方躲 你跳也不是战也 防也防不住 很无解 现在超级大门操作实在是太鬼畜了 哇,跳地 八神八神女 大门一钢 跳地想空 板边这 跳地一脚蓝之身 跑不掉啊 第二时 第三时 地雷阵 这玩之后切除反 出云头 小跳截住 跳地差点截住 出色的八神女后面八神石 地雷阵 被钢飞地 小颜 呃啊 小颜应该是太过激动啊 跑来跑去没有跑掉 那么来看第三局 第三局超级大门 仍然使用三大门啊 包子还是 小颜还使用包子 有哈压压压压压压 头上浮阵 包子连插在大门这里 就显得非常无力 废掉 掀起发动手 快速直接抓地狱折落 这是什么手足啊 嘿嘿 天猪反 角落一个减 哎 快速啊 没有硬直 头上浮 落地震 震 一下震不到咱们震两下 终于把他震到了 看看小颜下一个人吧 超级大门还是十分的威武啊 第二个回合 抱走莲安娜 抱走莲安娜 向后移动 接个大门 大门向前一个疯跑 莲安娜又来一个死大门 哎 莲安娜 大门 大门想跑 头上浮 清拳复合 抵在这 这玩之后 哎 钢飞地可以 头上浮 卸助反 头上浮 卸助反 出云头 你不要弄 蓝之山要不要抓了 哎呦 这个跳很有灵性啊 他就知道 莲安娜要出什么招嘛 先进发 哎呦 这个旋转火花没打到 大门直 刚飞地 角落 头上浮 卸助反 出云头 跳第一脚 鬼畜大门又出现了 闪一下 躲过旋转火花 哎 没躲过 但是这一步操作 已经是属于 惊艳全场了 这个大门 你看超级大门 下一个大门啊 这套操作 即便是打不死对手 都把自己累死的节奏 要这个大门 哎呦 大门先跑到下盘 快速跑起 蓝之山 就这么精准的预判吗 预判小炎会爆气 其实他这个跑跑蓝之山 应该是复合操作 只要大门跑起来 就摇蓝之山 好 来看第四个会合 小炎的爆八 这个跑跑蓝之山 在原版中也是经常用到 经常见老K用到 哎呦 感觉超级大门 这个大门 比老K还要狠 虽然不一个版本 可是这个手速方面 真的不错 低波 哎呦 一脚踢 那么现在来到超级大门 最后一个大门了 第五个回合的交战 小炎表示 我也不是吃素的 再看超级大门 最后一个大门 好 先抓一手 后后 把自己给来震 反边 切入反兽 快速抢抓地狱之路 哇 把小炎又给预判了 然后剪一下 然后再剪一下 哦 剪完之后 快速复合蓝之山 超级大门 这个操作真是绝了 这次小炎的猴子 也给逼得出来 猴子开场凤凰脚 哎呀 小跳压不住 飞枪脚也没有用 凤凰脚 打中了 漂亮 后面又金箭放个八神 挠一爪 顶 下方攻击 又被复合蓝之山了 一言不合蓝之山 感觉今天小炎啊 睡觉都是 做梦都要梦见蓝之山啊 拦住一只大门 哦 超级大门 哎 防住 又是蓝之山 一招置敌 蓝之山 你千万不要给他有空到时间 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距离啊 如果有 那必须必中蓝之山 我们看第二个回合 小炎的包子 这一千冲 哎呀 头上扶 亲手 亲头压起身 下一头上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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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就这样大循环 又还压 包子无限连差 没连住 哎 连住了 这下终于连住了 小炎的手速是终于起来了 哦 那来看下一个大门吧 也只有这种高能操作 才可以展现出来 解除这个嘴数 嗯 闪到背后 来一头 来一头 进退 头上扶 先手 头上扶 跳底下起身 优化一下 大门快速一跳 躲过大包子 躲过大月亮 应该是 轻拳复合 还是中招了 还是被破防了 躲来躲去 没躲过去 其实突舍啊 就是提倡进攻啊 不提倡这样防守 但是 好像小炎也没有什么办法 又被吸了给蓝之山 第三是 嗯 小炎 又生一个角色了 大门现在变得这么恐怖吗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小炎的八神 哎呀 暴徒八神 先来一跳 生龙取消八只女 闪到背后 八只女截斗有点不太对 有点乱 哎呀哎呀 又想用刚才那一招 窃出反复合蓝之山 但这次八神 还有破阶之防 一个生龙就破了 还想再吸 可以发八只女 闪到背后再来发八只女 大门不防不防 一直cd 再次的头上服 欠住反 一个阵 快速小跑 哦 奎华三世漂亮 双方要来到第五个回合了 这波打出了S局呀 今天超级大门 解剩一个大门了 希望这最后一个大门呀 可以稳住吧 我感觉有点稳不住了 小炎突然上来了 这个手速 上头了 三人来一发八只女 绕到背后被爆了一下 这是不是要没了 八只女跳C下盘都没有中 咱们直高Cd 升龙八只女也没有用 葵花再接八只女闪到背后 蓝制衫 那彻底完完啦